對阿 看你 看你要怎麼吃阿 他不是 他 對 他不是 不過他裡面有起司 三個廣場 美食廣場 要來吃日本第一家蛋包飯店 我們今天要來吃這個 北極西 他這個是直接在外面就先點餐 這是最經典的 大政時代的蛋包飯 那就一個這個阿 這是幾號? 二號 來裡面喔 他們在現場這邊做菜 裡面很多人 他先送了冰水跟牛肉湯給我 太鹹了 也是鹹的 他比較有點像 威力雜醬麵酥的那個蛋 第一個來的是那個 沙朗牛排蛋包飯 真的看起來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我們日本1960年代的感覺 我的也到了 那我先介紹一下 他這個是日本 他們說是大正時期 最原始第一代荷包蛋 荷包蛋 就是長這樣 三隻炸蝦 然後跟一個蛋包飯 他朋友有類似像沙沙醬之類的 然後配紅醬 很傳統的日式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牛肉醬汁配沙朗牛排的 你先吃吃看 把它切開看看 對啊 看你還要怎麼吃啊 他不是 他 對 他不是 如果他裡面有起司 給韓西姐夫 他不是那種 就是裡面哥哥的那種 他是屬於就是那種家庭式的 媽媽做的那種味道的感覺 我的蛋包飯裡面是有點像番茄炒飯 然後裡面有加火腿跟去炒 日本吃過最清淡的一場 吃起來真的是媽媽的味道 很像家庭媽媽做的炒飯味 他沒有過多的裝飾 他這個再加這個醬我又有點不習慣 美乃滋 我來吃 那類似的炒炒醬 牛排口感是邊不要拆 肉排的口感是邊不要拆 它不是奢華的那種外面奢華餐廳 烤飯的那種味道 他真的就是家庭味 沒有過多調味 我們出來這邊 吃完以後 他看到牛渣 馬上又突然想買了 喔 給我們試吃 Thank you 這是牛筋 你買不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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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這個有加蔥的 然後 牛筋 它有就蒟蒻牛筋 可能這應該是豆腐 要不然就是雞蛋 阿嬤非常的可愛可欣 OK Thank you Bye Bye 到旁邊做個吃 燉牛筋 其實這應該是要配白飯 可是我們剛才已經吃完了 吃不下 他旁邊那個是雞蛋豆腐 然後蔥 然後那個 七味粉 燉牛筋 蒟蒻 蒟蒻 好大的蒟蒻 我吃豆腐 吃一口吃嗎 對啊 他豆腐有點像板豆腐的感覺 嗯 豆腐 豆腐是白的 可是 它裡面有把 這個甜甜的味道 裹進去 好吃 這個豆味好受 它是屬於板豆腐 油筋加豆 好吃 有點台灣的味道 可是沒這麼鹹 對 好吃耶 它在牛爪耶 對啊 這邊還有魚板 它有那個魚板 竹輪 嗯 好吃好吃 我們剛才吃完的北極心蛋包飯 全部都覺得還好 就是名氣很高 因為他說是日本第一家蛋包蛋 所以吃起來真的是古早味 它口味是偏清淡 然後真的很像是家裡媽媽幫你炒飯 然後加一個蛋 乾燥味的味道 是淡淡 清淡的口味 如果你是覺得想要吃那種 厚厚 重容 重口味的 你可能會不習慣 對 對 那你如果有來玩 可以試試看 看你是不是喜歡的人 因為說不定又沒有人喜歡 只是我們不喜歡 對不對 對 茶療 就是大家可以點個烤丸子之類的 休息 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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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